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在此收看胡福骑车的变形 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一间七百六十几的节目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传承系列 风刃Winblade 那我带来提一下Winblade 这款的话呢 它是来自于这个Cyberverse 就是赛波坦之里头的造型 也就是说呢 它并不是我们最早知道的IDW风格 那风刃的话 从IDW的漫画出现 到现在呢 也应该有十个年头 甚至更多了 那这个是它第一次 如果我没有记错吧 应该是第一个官方的玩具 IDW 2014年的时候推出的 那我手上的话呢 还有另外这一款 这个是Titan's Return Titan回归系列的风刃 以面雕来说 可官方可动的 这个可变形的风刃里头 这个面雕应该是最漂亮的一个了 然后呢 这一款的话呢 IDW的话呢 它是有每日版 还有其他的一个组合包的配色 不太一样 那面雕的话呢 也都有些许的不同 然后其他还有一些就是赛波坦制啊 或者是其他一些一些 Warrior Class之类的一些 做的真的是各种惨无忍睹的 我基本上也都应该是没有留 或者我也不想把它翻出来的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其实它的身高并不矮 而且呢 我们可以感觉到 不只是玩具吧 我觉得呢 即使是从动画里头去看 Winblade 风刃的造型是越来越轻量化 也就是说呢 它可能一开始有像类似这种 蝴蝶袖之类很大型 很华丽的这些装饰 逐渐的朝这种轻装备的造型去演进 是不是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也是一种胡服其项嘛 对不对 慢慢轻量化的作战装置咯 好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一个缝纫 它的背后的这个部分 也是可以拆下来的 拆下来就可以当成扇子 拿在手上 但是我个人觉得并没有什么意义 还是让它戴在身上好了 面雕的话呢 水蓝色的眼珠 然后有一些化线 口红也涂得很漂亮 这个面雕其实并不难看 只是说脸的话呢 做的稍微有一点点 我跟它对视了几眼之后 我发现其实它还挺好看的 是吧 这就是所谓的日久生情嘛 几秒钟之内呢 我就对它的感觉不一样 确实啊 这个面雕也没有说很差了 然后它的涂装的话 就差不多一般般 但是呢最大的问题是背后这么大一包飞机的头 直接整个收在后面 它这个收纳飞机的头跟MPM的那个Megatrol 或者是SS电影第一集的Megatrol 那个是一样 就很多这几个部件把它折进去身体里头啊 那它的可动手臂平举没有问题 二头机可以转动 手肘可以弯到大概90度吧 然后手腕可以转 但是非常的紧啊 至少我手上的这两个 这两个手都是非常的紧实的 武器的话呢可以扣在身体的侧边 而它的武器呢 你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 这个像是什么火焰特效一样的感觉 握在手上啊 当然是没有问题啊 那为什么做成火焰特效呢 因为它在飞机动态下呢 是编成一个特效部件 可以安插在尾翼的部分 摇身也是可以转动的啊 那脚前踢 后踢都还是很偏紧的 而且是这种 这种关节 并不是球关 它身上的话呢 是 应该是没有发现什么球形关节 所以本身的支持力度呢 也还可以啊 从盒子里刚拿 刚从盒子里头看的时候 觉得说 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 让人家心碎的一个风刃的相关的玩具 但实际上 把玩了一会儿就会发现 其实 很多方面它还是有兼顾到 可能就是 我们对它的 特别是经过风雷模型之后啊 大家对于风刃的审美的一个 彻底颠覆性的一个提升吧 好的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好了啊 那变形的话呢 主要都是处理后面这一块了啊 这个把飞机头给放下来 然后两次呢给打开 啊对了 这个肩膀要先处理啊 这个地方用力 一开始第一次的时候非常紧 整个把它打到平 这样一来的话呢 后面这个地方 解开之后啊 先把里头的部件往外面推出去 你可以看到推出去 然后呢 我们先把它给 先不要合起来啊 我们把它往前面 这里 透过这个双动关节 把它给包覆过来 把这个头给包住 然后呢 你看到两侧两个红色的凸 把它扣进去 这个洞里头 这个 按照以前的说法 按照以前我年轻的时候的说法 我就会说 哎呀 这个是印第安人跟黑人的结合 但是我已经是个成熟的大人了 我不会再玩这么弱智的梗了 好吧 然后呢 两只翅膀把它放下去 再来把腰部旋转180度 然后呢 上下各自分开 这里 底盘这里 往上翻上去 这里的话呢 扣上来 到这边 这里有一个 哎呀 又是印第安人跟黑人的一个组合 哎呀 我怎么还是这么幼稚呢 好 这里扣上去 那么呢 前方的话就是往前面推过来 到这里 把它给扣上 两侧 往上推 或者吧 不对 应该是两个 先做一个小结合 然后呢 啊不对 错了 暂时先不要结合 为什么呢 我们先把这个 特效件啊 先把它给扣上去好了 这里 中间有一个 可以组合的位点 这里 好 把它捏紧 然后呢 斜肩 按下去 但是中间的这个垂直尾翼 要把它给跳出来 它中间也是有结合的卡扣的 我们把它给 都扣起来 好的 然后呢 这个水平尾翼就记得翻出来 这个地方扣进去 侧边这里扣下去 以及手掌 说明说好像完全没有提到手掌 手掌的话把它打平之后去握住这个 握住这个图 就这样子 由上往下 把它给扣下去 就这样子 这样一来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 转成这样之后呢 原本人物手臂 这两个会变成 从上面来看就是两个小翅膀 在这边 好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款赛波坦制的风刃的载具形态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还可以 真的 真的也没有说很弱了 从上面来看 这个形象好像也还行 特别是这个武器 自动变成是一个特效部件 这个我倒是觉得加分不少 从侧边来看就看到了人形的手了 那底部来看就更加明显是人类的手 然后它有一个奇楼架 奇楼架的话呢 很紧 这款玩具各种偏紧 这个方法有点紧 好 推出来之后 然后就可以 这里 这个直接变成是一个底部的支架 放得非常的平稳 然后上方的螺旋的这个涡轮吧 是吧 好像是可以转成这个样子 好 那这样是有一个减速的效果吧 maybe 还是说前进的效果 对 应该是前进的效果 那这里 透明的驾驶舱 我试图把它打开 但是好像翻不起来 但是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些细节的刻画 总而言之吧 就 看到官图的时候呢 觉得说 这又是什么样把风刃毁容的玩具 确实啦 如果你要跟前面的几款风刃比较 这款确实也没有说长得多漂亮 但是本身就玩具的素质来说 不至于说很差 不至于说很差 至少在关节的一体型上面 表现还是挺可以的 那各位就自己 就 参考一下我们这期的节目吧 那今天就给各位 进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